大家肯定提到沈梦辰的时候,第一反应都是他以前那厚重的刘海,从他出道以来,这好几年里几乎他的每次造型都是以刘海亮相,从一开始的厚重款到现在的空气刘海,简直就是刘海本人了。 最近他的刘海比起来之前薄了很多,更偏向于韩国风的空气薄刘海,虽然很流行,但是也同样是宝宽,搭配红色的格子外套和白色的T恤,看起来十分像洋王,但是也有些像网红,最近他的新造型两下,刘海被梳到了两侧,下面是一缕缕的小选中长发,搭配一个金色的蝴蝶矿装饰眼镜,气场立马不一样了,优雅了好多,气质相比之前也更加的优雅, 感觉这么多年,他终于找对发型了,同样的无刘海中分小卷发搭配银龟色的丝绒长裙,逆配白色的绿纺灯笼绿绿绿领衬衫,气质典雅,丝绒的复古质感和的蕾丝学绑的搭配,看起来很合不说,很像欧洲的大家闺秀,和渡海韬在一起久了之后,但他也难免被各种潮牌耳中目染, 红色的潮牌威力也非常符合新年的氛围,刘海和马尾辫的组合也十分的不错,但是同样的框架眼镜,在没刘海的状况下更加有气场,无刘海的嘻哈造型则更加的强眼,除了去掉刘海,还在额前加上了几根小小的辫子,模仿脏辫,搭配红色的妆容和红蓝的格子外套,气质简直爆棚了, 而且也露出了已经饱满了额头和五官,好看了许多,而且作为少女的沈梦辰,没有刘海,依然很适合各种粉色系的装扮,粉蓝色的皮毛衣体,外套内搭粉色,额毛衣和粉色的削房短裙,下身中筒褂和粉色的高跟鞋,又复古又有潮流气息,其实刘海真的对一个人的影响很大,还有一个例子,就是我们的大秘密,没有刘海的大秘密,除了有大家说的发际线问题, 但是看起来也干净利落很多,加上了刘海其实更偏向少女风,不过大秘密本人倒是经常在两个造型中切换,不过沈梦辰这一次的无刘海造型倒是十分让人惊艳